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按按钮 按下这堆按钮 那可能会有三种方式 我在云端上有放 那程式都不多 大概就是三行 那外面头跟尾 其实就是回圈 回圈就是你 重复叫他去做什么事 但是你要告诉他范围 从哪一列到哪一列 他就帮你全部做完了 OK 那这个部分是第一个 怎么去做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我刚刚有找到468招 第三自创函数里面 其实你可以看这个 这边有个判断储存个字母 是否为 这个字元是否为字母 你可以用这个函数 是不是英文 如果是英文的话 你用tree 如果不是英文 那你就是用subtitude 这个里面就有答案了 OK 那只是说 至于要怎么把它做出来 恐怕还是需要去思考 所以其实如果你将来 你效率提高了 你有多余的时间 那你上班 反正老板不知道你干嘛 你就去学习 你就把这个练功 把自己练成武林高手 这东西我全部都把它做 滚光烂熟 我想你工作 应该会非常的得心一手 闭着眼睛都会啦 然后呢 IVVA把它练到一定的境界 哇 那其实很多时候 你的工作就变得非常愉快 而且非常有成就感 所以老板能够带走的 他们没办法带走你什么 这专业其实你可以带着 即便你不在这家公司 到任何地方 我想这些都是 任何公司都会需要人才 OK 那所以我是觉得给各位一个方向 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 一个方向 一个投资 OK 那怎么做这些按钮 在做这个按钮之前的话 也许我们先做比较简单的 清除 假如说你这边已经都做完了 那你要如何做清除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何做这个清除的这个按钮 那怎么样做清除 我们首先先点到开发人员里面的 Visual Basic 那也许你原来是放到很大 对不对 请你把它缩小 缩小我的习惯大概缩这么小 OK 然后有模组 里面的东西呢 请你先删除掉 没有东西 我们重新再来过 OK 那这些东西的话呢 怎么来的 那当然第一个呢 我先把它移到旁边去 我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也许我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假如我今天呢 里面已经有输入一些东西 我要把它清除掉的话 那我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所谓的清除 第一个请你先学会一件事 在模组里面 如果要增加那个按钮 或者是制定函数的话 你必须要在上方找到一个插入 程序 在VBA里面 按钮跟制定函数 都叫做程序 其实就Pocedure吧 P开头Pocedure 就是你的一个程序 好 那这个Pocedure的话呢 就是你这个程序呢 那特别注意呢 给它一个名称 也许要清除 那我们就给它打个清除 这个名称可以用中文没关系 那你用英文也可以啦 那特别注意呢 以后呢 VBA两种方式呢 如果是按钮的话 请你用这个 Sub 就副程式的意思 以后就要止程式嘛 反正就是一个Sub 那如果说你要制定一个函数 这个东西要在这里面显示的话 请你用下面这个方向 OK 两者 这个Sub指的是一个按钮 将来会变一个按钮出来 方选是会在这边显示 那你不要选错 因为之前有同学就是 本来要方选 就是他前面明明Sub 他说按下去 老师怎么没有怎么没有 我一看 那你明明是Sub怎么会有呢 OK 所以 就不要搞错了 就这两种不同 因为我们是一个Sub 所以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Sub End Sub 头尾 那前面是Public 顾名思义嘛 这是大家可以共用的 也是其他的模组 其他的那个档案 如果要呼叫这个清除也可以啦 当然如果你不要 你叫Private也可以啦 失用的 不过这个暂时你可以先不用理会它 因为我们只有单一个档案 再来的话呢 习惯性我会在头跟尾的中间按个Tab 表示缩排 做什么呢 清除除存 清除的话呢 接下来你可能要学会一个物件名称叫Sales Sales其实就是储存格的意思 Sales 其实你如果查字典的话 好像Sales是细胞的样子 细胞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储存格啦 OK 那Sales刮壶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说 你告诉我一下 你的Raw哪一列 我们是假设第四列好了 第四列的第五栏 那你必须4 0.5 这样子 但是特别注意哦 先列再栏 那栏除了可以5之外 我的习惯是会打这样子 你可以用5 也可以用1 但是我比较习惯用1 因为我比较看得懂 如果你打个5 那你还要算ABCDE 1还好 可是如果你打一个38 那你就 因为它还到Z Z再来就AA嘛 再来AB 所以你还要算 那怎么算 那你不如打一个英文 会比较容易理解 OK 那清楚的话怎么清楚 很简单 等于空的 特别注意哦 以前你们学的数学观念 在VPA里面 请你重置 Reset一下 因为以前的方法是 那个 什么1加1等于2 是最后的结果 但这里面不一样 这个运算的方法是 它是后面的东西赋予到前面 也就是说比如说空白 它是把空白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观念是不一样 因为很多同学因为以前学太多数学 那突然学这个 它会看不太懂 为什么以前的 这个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你不要把数学的观念 直接转移到这边 这个关系很简单 它就是把后面的东西 转移到前面来 转移过来哦 给它的意思哦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你要执行的话 很简单 上面不是一个执行 一个play嘛 OK 按下去 有没有发现 什么不同 这个格子里面东西不见了 那你想说 老师那我下个格子怎么办呢 Ctrl C 然后呢 Enter一下 Ctrl V 然后再来呢 第五 对不对 好贴上 然后再执行 掉了 然后再来呢 复制 再贴了 那因为有103 那你们就103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99次而已啦 所以哦 这个地方你会需要 就是回圈 那个回圈的话哦 你意思应该 各位可以理解啦 4到103 哪个数字会改 这个会改 所以你给它一个变数 那不过VBA的好处就是说 以其他的语言变数要宣告 而且要跟他讲 这个是什么资料形态 可是VBA这些全部都不需要 所以你可以暂时略过 不是不重要 是说对于入门的同学来说 暂时你可以先略 暂时可以略过 如果以后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没关系 你再去了解 如果你暂时不想知道 也没关系 因为我很多地方写完之后 我都没有加 也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做事情处理 也都不会有问题 所以宣告跟资料形态部分 可以暂时略过一下 OK好 那我要怎么改呢 你可以在上面按Enter 按一个for 它的规则一定是打一个for for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跑这个for回圈 它有个变数叫i 等于4 空一格到103 OK 这固定的规则Enter两下 打一个nest nest的意思就是nest i 下一个i的值 应该这个固定的哦 所以以后反正你就套用了 然后呢 你再怎么样呢 把刚刚的这一行 直接搬到它的中间 再缩排一下 我的习惯是按个tab 按个tab就是说 这样会比较清楚啦 也就是说以后 你会有个sub 也会有个and sub 少一个都不行 会有个for 就会有个nest 里面是你要执行的东西 请你把这个地方改成i就可以了 这样应该可以理解啦 然后呢 你就做什么事呢 全部执行过 有没有 全部完成了 全部清光了 OK 第一个 第二个话呢 如果说你要怎么样 再把那个 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清除而已啦 我们要怎么样 加手机的功能 所以把这一段 特别是不用再重新插入程序了 因为你只要怎么样 把它Ctrl C 贴到底下 因为它很多地方都一样 把清除改成手机就好了 假设你今天要产生一个手机的按钮 然后只是说后面产生的东西不同 因为我刚刚是把一个空白丢过来 那我现在是要丢什么 丢09开头 所以你来个09对不对 然后执行 09就过来 因为它预设是数字啦 0它只要把它去掉 OK 然后再来什么 09F栏的东西 再来G栏 再来H栏 那你要怎么创 特别注意哦 这个有点像负语值 负语到前面去 对 那我后面空白 特别注意 我们前面在Excel里面End 是不需要前赫加空白 但是VBA有规则不太一样 前后一定要空白 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 好 请要注意就把它记一下 这个没办法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End什么呢 哪一栏 F栏里面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你就把F栏 F栏很简单 Ctrl C Ctrl V 这边把它改什么 改个F不就好了 把它执行看看 有没有 09 不过9不出来 为什么 再把那个minus符号加上去好了 因为如果你把它加个minus 它就一定不会是数字了 执行看看 有没有 09 minus OK 好 那后面的东西 其实就一直串 就再把G跟H串在后面 所以你可以end 然后就是再空白 再把这个 这边改成G 那因为呢 这个输出的时候呢 它会是84 所以我们会需要 类似像Test这个函数 但是Test这个函数 在VBA里面 它不叫Test 它换了一个名称 它叫Format 但是用法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区输出的时候 外面包一个Format Format 格式化 其实我觉得Format 比较合理 Format它 刮弧 逗点 什么呢 000 后刮弧 OK 直接执行看 因为这个为什么要浮动在这里 主要原因是 我们就可以直接看了 直接这样执行 出来就OK了 那后面的东西呢 不也是一样吗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后面这一串呢 把它复制一下 记得连空白也复制 然后贴到后面 这边改成什么 H 好 试试看 程式就写完了 但是呢 你想说 那老师很麻烦 我每次都要在这边点下去 这样感觉好像不OK 不过其实很多时候 我当然最好是放按钮上来 OK 可是实际上有的时候 如果你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 我通常就不加按钮 反正执行完 我只要看结果干嘛 没事加个按钮干嘛 又不是给别人用 我最后是想要把结果用完就好了 但如果你今天是需要经常用的话 你就会加个按钮 接下来呢 如何加按钮 其实非常简单 插入 其实在这里 插入 记得哦 是表单控制项 不要用到下面的 因为Active控制项不好用 用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它可以对应到一个Sub 直接按下去就好了 所以记得哦 一样是开发人员里面的插入表单控制项 那怎么去使用它 非常简单 点它 拉一下大小 大小自己决定 要大就大 要小就小了 OK 大概这样子 然后手机 我们选了两个吧 一个手机一个清楚 那你可以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 选它 它复制一下按确定 那为什么要复制呢 因为这个名称 直接贴上比较快 那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OK 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设计的时候 自动把你把名称带过啦 它没有啊 所以哦 就是复制 我都习惯这样 然后再拉一个 OK 然后再清除 再复制 然后再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好 这样子的 试一下哦 如果等一下你试试看 没有的哦 按下去 有了 清楚 恭喜你 哇 你VBA以后就有按钮了 所以我之前问了一些同学说 你为什么会来上这个课 他说因为很多同事哦 他的这个都旁边很多按钮 那可是我一个都没有 所以他就来学习 所以今天至少你回去你就知道怎么做按钮了 好 OK 好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 等一下 我把重点再讲一下哦 记得哦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两段程式在云单上都有 记得一定要有模组 所以你刚刚没有模组 那这边是插入程序 所以最好你自己再run一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 那会先讲清除哦 主要原因是因为清除一定比较简单 只需要给储存格一个空置串就可以 就是没有东西就是清除的意思哦 后面你也可以再把清除 我刚刚是把清除那段的程序 直接复制贴下来 所以以后呢如果你要撰写哦 你可以先写完清除 再写底下你要输出什么东西 这样我觉得流程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而且比较不会做错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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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